如果今天要旋轉,因為它轉過去的話,可以轉到另外一邊去 如果要旋轉的話,有什麼方法可以旋轉? 這邊有個3D旋轉,點一下旋轉物件旋轉起來 這個時候,你要設定基準點 基準點特別注意,一定要用哪一點呢? 如果我剛好要轉過去的話,不能跑到外面去 如果你設錯基準點的話,比如說你設定到這邊 我來轉一下,那怎麼轉? 這邊的話,你可以以哪一個為軸呢? 假設你這樣轉,你會發現,以這樣這個 這邊有一個軸對不對? 那你這個軸,如果說你給它一個方式 假如說你今天給它一個90度好了 90的話就是轉過去,你會發現會變到 這邊去,如果說你要正確的剛好轉過去呢? 那我們再來一次,旋轉 正確應該是先選物件 然後空白件 那基準點的話,記得放到哪裡呢? 放到中心點,中心點在這裡 是這個物件的中心點,你不要跑到別的 底下的物件的中心點 這個中心點,應該中點點一下 然後接下來的話,你就選軸 軸是哪一個呢?這個對嗎?這個不對的 這個不對的,應該是什麼顏色的呢? 應該是這個,這個顏色 這是橘色的 OK,點一下 然後呢,角度的話呢?再給幾度呢? 90度 所以如果要轉過去,90度 Enter,正確了 OK,轉過去 那如果再轉過來呢?一樣的方法 一個,這個有沒有 選物件 空白件 基準點的話,一樣選這個 終點 然後再選軸 軸的話呢?記得就碰到那個 我們橘子色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才對 OK 然後點一下 OK,然後再給角度 90 Enter OK,又轉過來 所以試試看 等一下的話,請各位練習 在底下一個底 底部的部分的話 100 然後100 100 然後高度的話是5 那另外一個的話是 100 50 10 OK 那把它移過去 再做旋轉 OK,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